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明镜新闻台 我是热点背景栏目主持人岳哥 很高兴和新老朋友们在这里相遇了 现在就是2020年7月7日的星期二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波福 在7月7日的一则演讲 这篇演讲就比较详细的介绍了 中国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 中共就在身边FBI罕见披露 中共如何不择手段超越美国 FBI同时就发誓要在双线来追究中国的责任 2020年7月7日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波福雷 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 就中国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 发表了演讲 标题就是与FBI局长对话 中共试图影响美国机构 克里斯托弗就指出 中国政府正在进行一场广泛的多样化的盗窃和恶意影响运动 而且它能以专制的效率来执行这场运动 他们精于算计 他们很执着 他们很有耐心 而且他们不受一个开放民主社会或法治的正义的约束 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采取了行动 克里斯托弗就非常详细的介绍了 中国或者说中共究竟在哪些具体层面 以哪些具体做法来实施威胁 他就认为呢 美国的数据 美国人的健康 美国人的生活 特别是美国人的安全 都处于威胁之中 不过克里斯托弗也特别强调了 美国欢迎超过十万名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进入这个国家每一年了 但是当说到来自中国的威胁时 克里斯托弗就说 他指的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 这不是关于中国人民的威胁 当然也不是关于美国华人的威胁 这篇演讲就非常的长 具体来说呢 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中国无所不用其极的一些手段 第二部分呢 就是这些中国的政策策略手段 为什么能够得逞 克里斯托弗简单的分析了原因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克里斯托弗介绍了 FBI会采取哪些手段来进行对中国的限制 这是宏观上的三个部分 方便朋友们来收听收看 那么接下去我们就来梳理一下吧 克里斯托弗就谈到了 要比较全面的把握中国政权的恶劣 特别是这个野心的范围 美国呢 首先要人民记住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需要对中国政府的野心范围保持清醒的认识 中国中国共产党相信自己正处于 一场在经济和技术领导力上 超越我国的世代斗争之中 但他们呢 不是透过合法的创新 不是透过公平合法的竞争 也不是透过给予他们的公民 在美国所珍视的思想言论和创造力的自由 来进行这场斗争 相反呢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全国家的努力 不择手段的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讲到不择手段 克里斯托弗就比较详细的介绍了这些手段 他说呢 中国使用了各种复杂的技术 从网络入侵到腐蚀受信任的内部人员 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甚至从事过直接的盗窃 接下去他细分了一些层面 中国的这些手段有哪些体现 首先他就提到了经济间谍 克里斯托弗就说呢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 并超越美国 中国认识到 他需要在尖端技术上实现飞跃 但可悲的事实是 中国没有参与艰苦的创新 而是经常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然后用他来 与他所伤害的美国公司来竞争 这实际上就是双重欺骗了 他们将目标锁定在 从军事装备到锋利涡轮机 水稻和玉米种子等 各种研究上 透过其人才招募计划 比如所谓的天人计划 中国政府就试图诱使科学家 将我们的知识和创新秘密 带回中国 即使这就意味着 窃取专利信息或违反 我们的出口管制和利益冲突规则 克里斯托弗给出了一个例子 以科学家谭虹晋为例 他是中国公民 也是美国合法永久居民 他申请了中国的千人计划 并从他的前雇主 一家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石油公司 那里窃取了超过 十亿美元的商业机密 结果被抓了 几个月前 他被定罪并入狱 在这个计划中 更令人震惊和恶劣的一个方面 那就是阴谋者实际上在中国 又为他们所窃取的制造工艺申请了专利 然后向他们的受害者美国公司提供一个 使用其自己所窃取的技术的合资企业 我们说的是一家 美国公司花了数年时间和数百万美元来开发这项技术 而中国无法复制 所以他花钱把技术给偷走了 这些案件就是联邦调查局对中国实际和企图 盗窃美国技术的一千多起调查中的一部分 更不用说还有一千多起 正在进行的与中国有关的其他类型的反情报调查了 我们在所有56个外地办事处都在进行这类调查 在过去十年中 我们看到与中国有关的经济间谍案件 增加了大约百分之一千三百 这其中的风险不可谓不高 对美国企业和整个经济的潜在经济伤害 几乎无法计算 接下去呢 在中国中共使用的一些手段里 克里斯托弗呢 就谈到了中共以秘密行动来窃取信息和收集情报 他说呢 正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在六月份的讲话中所讨论的这样 中国政府也在自由的利用黑客手段来窃取我们的企业和个人数据 而且他们同时利用军队和非国家黑客来做这件事 而且呢 使威胁更加复杂的是 中国窃取的数据具有明显的价值 因为他们试图识别人员进行秘密情报的收集 在这一方面呢 中国正在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与美国人用来保持联系或找工作的平台 相同这样的平台来识别能够访问我们政府敏感信息的人 然后瞄准这些人试图窃取这些信息 那么在2014年中国的黑客就从美国联邦政府的人事管理办公室窃取了超过2100万条记录 2015年中国的黑客窃取了 Anthor和相关保险公司八千万名现任和前任客户的个人数据 他还给出了一个例子 最近一名中国情报人员在一个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上 暴冲猎头公司 向一名美国公民提供了一笔可观的金钱 以换取所谓的咨询服务 这听起来很温和 直到你意识到这些咨询服务与美国目标 作为美国军事情炮专家可以接触到的敏感信息有关 特里斯托普就说呢 现在这个特殊的故事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美国公民做了正确的事情 报告了可疑的接触 而联邦调查局就和我们的军队合作 从那里开始来进行一些事情的解决 他说呢 我希望可以说所有此类事件都是这样结束的 在中共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里 克里斯托普呢 还分享了中共对学术界的威胁 他说通过像我刚才提到的千人计划 这样的人才招聘项目 中国就付钱给到了美国大学的科学家 让他们把我们的支持和创新秘密带回中国 包括宝贵的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 他说呢 说白了 这意味着美国纳税人实际上是在为中国自己的技术发展来买单 然后呢 中国利用其不易之财来削弱美国的研究机构和公司 这就阻碍了我们国家的进步 并使美国人失去了就业机会 而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这样的案例 在中共使用的手段中呢 克里斯托夫还指出中国和中共用来操纵美国人的另外一个工具 就是我们所说的恶意的对外来施加影响 现在呢 传统的对外影响自然是一种正常的合法的外交活动 通常透过外交渠道进行 但是恶意对外施加影响的努力却是颠覆性的 没有申报的犯罪的或者是胁迫性的种种企图交杂在内 目的就是左右我们政府的政策扭曲我们国家的公共话题 并破坏对我们民主进程和价值观的信心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高度复杂的恶意对外影响运动 其中呢 就包括贿赂 勒索和秘密交易 中国外交官还利用公开赤裸裸的经济压力 和看似独立的中间人 向美国官员推销中国的偏好 最终呢 中国毫不犹豫的利用烟雾 性子效应和误导来影响美国人 他说呢 如果学者和记者想进入中国 中国也经常逼他们进行自我审查 而我们也看到 中共向美国媒体和体育巨头施压 要求他们忽略或压制对中国有关 香港或台湾野心的批评 这种事情在美国各地不断发生 克里斯托弗就说呢 我要指出的是不幸的是 这场大流行病目前并没有阻止这一切 事实上我们从联邦州甚至地方官员那里听说 中国外交官正在积极敦促支持中国处理 新冠疫情危机 这种情况在联邦和州两级都在发生 他特别指出不久前我们有一位州参议员 最近甚至被要求提出一项支持中国应对疫情的决议 克里斯托弗就说呢 所有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压力加在一起 就形成了一个政策制定的环境 美国人正发现自己被中共控制起来 而无所不用其极的这个中共的手段里呢 克里斯托弗还提到了中共在法治方面就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威胁 他说呢 与此同时 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却公然违反了弃定的规范和法治 自2014年以来 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就率先启动了一名一项名为叫做猎狐的计划 现在呢 中国就将猎狐描述为某种国际反腐运动 而事实并非如此 相反 猎狐是习近平总书记 针对性的认为有威胁的中国共鸣 针对这些中国共鸣 以及生活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地的中国共鸣的一次大范围的行动 克里斯托弗就特别提到 习近平针对的这些人是政治对手 持不同政见者 以及试图揭露中国广泛侵犯人权的批评者 他特别提到呢 他们所针对的数百名猎狐行动的受害者就生活在美国 其中许多人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 中国政府希望迫使他们返回中国 而中国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令人震惊 比如说当他找不到一个猎狐目标时 中国政府就派了一个使者来美国这里拜访目标的家人 他们说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 目标又是什么呢 目标通常有两个选择 立即返回中国或者是自杀 而当猎狐目标拒绝返回中国时 会发生什么呢 过去他们在美国和中国的家人都受到威胁和胁迫 回到中国的家人 甚至被抓去做筹码 克里斯托弗就表示呢 我想借此机会指出 如果你认为中国政府正在针对你 你是猎狐行动的潜在受害者 请联系你当地的FBI的办公室 在分析了中共的以上诸多恶劣做法之后 克里斯托弗就介绍了 为什么中共在不少方面都已经得逞 也就是他所认为的 美国人民需要记住的第三件事情 那就是中国的制度与我们的制度有根本不同 他正在竭尽全力利用我们的开放性 同时利用自己的封闭制度 首先呢 中国很多大型企业都是国有企业 实际上是由政府拥有的 因此也是由党拥有的 即使他们不是中国的法律 也允许政府强迫任何中国公司 提供他所要求的任何信息 包括美国公民的数据 此外呢 更为重要的就是 任何真正规模的中国公司 都被法律要求在其内部有共产党的细胞 以保持他们的一致性 更令人震惊的是 根据报道 在中国经营的一些美国公司 已经建立了共产党细胞 作为在中国做生意的资本 特里斯托弗就强调呢 这些特点应该让美国公司在考虑 与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合作时 有所顾虑 也应该让所有美国人 在依赖这样的公司的设备和网络时 有所顾虑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 华为可以广泛接触到 美国公司在中国的许多业务 谈到华为呢 克里斯托弗还说了 华为呢 在美国就被指控犯有敲诈勒索罪名 并如起诉书所指控的那样的 多次窃取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 妨碍司法公正 并对美国政府及其 包括银行在内的商业伙伴撒谎 他就特别强调 在我们的现代世界里 也许没有什么比一个敌对的外国政府 有能力破坏我们国家的基础设施和设备 更不祥的前景了 如果像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 能够不受限制的进入我们的电信基础设施 他们就可以收集 你在他们的设备或者网络上的任何信息 而更糟糕的是 如果被要求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把信息交给中国政府 在美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隐私和正当程序保护 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 那么克里斯托弗显然是花了一定的时间来解释 为什么美国方面要对华为严防死守 在谈到美国人需要记住的三件事情之后 克里斯托弗就谈到了 如何来有效的应对威胁 也就是最后一部分了 他说首先是在FBI的内部 他说我们联邦调查局的人 每天都在努力工作 以保护我们国家的公司大学计算机网络 以及我们的想法和创新 为了做到这一点 我们正在使用一系列广泛的技术 我们传统的执法机构 到我们的情报能力都在用上新的技术 那么现在在做什么的第二点呢 就是说呢 我们正在取得真正的成功 因为在我们与许多外国合作伙伴的帮助之下呢 我们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逮捕了目标 当然他也强调呢 做出断言 做出判断是一回事 但在我们的司法体系中 当一个人或一个公司被调查 并被指控犯罪时 我们必须在没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 证明指控的真实性 所以克里斯托弗就强调 真相很重要 刑事起诉书很重要 特别指出呢 我们已经看到 我们的刑事起诉书 已经将其他国家团结起来 来支持我们的事业 而这一切呢 对于说服中国政府改变其行为至关重要 第三个层面呢 克里斯托弗也强调 我们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 与美国国内的伙伴机构来进行合作 他说呢 我们单枪匹马是不行的 我们需要全社会的响应 最后呢 克里斯托弗就强调呢 有效的应对来自中共的威胁 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与中国人做生意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接待中国游客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欢迎中国学生 或在世界舞台上与中国共存 但是它确实意味着当中国违反我们的刑法和国际准则时 我们不会容忍它 更不会允许它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我们在整个美国政府中的合作伙伴 就将追究中国的责任 保护我们国家的创新 思想和生活方式 特别是在美国人民的帮助和警力之下 以上就是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7月7日在一次演讲中所做的一个内容的节选 那么他的讲话就体现了中国的负责手段 特别是在经济和国家安全领域对美国就形成了威胁 相信克里斯托弗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 来理顺来理解美中的关系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热点背景栏目 我是栏目主持人 悦歌 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